我会陪你哭最后的礼物 肖雅宣报宽骨四根钛合金钢钉 加盟新东家只能穿平底鞋 I feel pretty Oh so pretty I feel pretty and witty and gay And I pity Elva肖雅宣生日当天在中国北京宣布加入华纳唱片 你只听过轩然大波 但这次记者会名叫轩然归零 所谓的归零不是说 忘记过去发生任何一件事情 是记得他但是选择就是把它放在好像我的上一本书 Elva2022年金曲奖舞台上那本书 大家应该都不会忘记吧 其实我今天来是来看一下高雄巨蛋 为接下来演唱会做一下准备 Elva is back 状态很好的她说得比唱得好听 一年多来只闻楼梯响不闻人下来 突然间右腿突然啪一下 前后透露原来是伤到了在养伤啊 本身左边的骨头是长得比较不好 然后所以我一直都在用右边撑 撑不住了她就整个很大的这种超大比例的断裂 就像变形金刚金刚 因为我右边有四个钢钉太合金座了 我比较个性就是偏不太习惯把脆弱的一面表现出来 话虽这么说 新东家安排歌迷和家人上台为她庆身 坚强的忍痛中的Elva眼泪终于溃蹄 生日的祝福送给小雅萱 太催泪了 Elva的歌迷送上祝福竟然是起始剧不达命令 赶紧发你的新的音乐 然后赶紧开你的演唱会 三立娱乐新闻歌迷说话很实在啊 报道 拍的照片手机拜托麻烦 帮我修漂亮一点 因为我今天穿平底鞋 所以帮我拉一下 你知道现在有可以 嗨 大家好 我是五通 谢时乃哥 我是许乃琳 我是台湾上 是欧巴桑 我是蔡康永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A4 我们是号角相机 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 今天要求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 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 哇 好快哦 生日快乐 鎖定我們娛樂新聞APP 更多的憲哥就在這裡